总理在国庆群众大会上也谈到如何保障新加坡的未来 要确保蓬勃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国人必须加强国家身份认同感 保持开放态度并与世界维持联系 新加坡也有必要吸引国际顶尖人才到我国发展 新加坡积极发展本地人才的同时 也必须吸引顶尖的外来人才 总理举例说 冠病期间本地与外国研究人员在疫苗研发 资料管理方面都做出显著贡献 总理说 全球各国已展开人才争夺战 新加坡不应落后 政府不久后将宣布新计划 吸引不同领域的人才到我国发展 新加坡也必须保持开放并继续同世界接轨 作为一个全球化城市 我国需要靠外国投资 海外市场 以及良好的全球交通和通讯联系 在国际局势紧张和充满不确定等因素下 我国必须保持敏捷和企业精神 以确保竞争力 总理说 国人现在更容易接触并受到其他观点 价值观或极端情绪的影响 我们因此更需要加强身份认同感 了解国家利益所在 才能团结一致打造美好的家园 另外由副总理兼财政部长 黄寻才领导的第四代领导班子 将带领新加坡展开下一个篇章 总理指出 新加坡要突破重重挑战 除了有效的领导班子 国人的团结 以及对领导人的信任 也至关重要 总理也呼吁国人 给予新一代领导班子支持 让他们在接下来几十年 带领国人走向民好的未来